A股牛市来了 别急 先找寻下背后的逻辑 才长两天就已经冲到乐榜第一了 A股牛市来了 牛市是啥 就是那种一路向上飞起来站的那种 啥时候来咱们不知道 但是有几个迹象是肯定会有的 你找找你就知道有没有来 这个视频会和大家来说说这背后的几个迹象 同时也和大家聊一下被很多人吹上天的 昨天的一个政策叫做 证券基金保险的互换便利 这到底是个啥 好 先说牛市 不管什么时候牛市呢 来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成交量的放大 简单的说就是大量的钱涌落了 这个很好理解 东西就那么多嘛 对吧 钱进去多了 自然价格就少高了 好 现在多吗 再说几个数据 这几个月每天的成交量 大概是5000到6000亿 行情很差 真的要说是牛市来 至少要15000亿 因为中国股市的体量非常的大 全世界第二 这几个月只有今天才到了 1万亿成交量以上 所以耐住你的性质 别急 第二个就是任何牛市 一定有可以拉动 整个大盘往前冲的东西 比如说过去几年的 两次大的一个涨幅 一次是白酒和医药 好吧 那个时候认识张坤和葛兰的 可以评论区报道了 另外一次是芯片新能源 轮到蔡总和赵毅的受害者们 集合了 但是这次呢 至少你不可能通过两天 才看出来 是不是 所以不要那么的冲动 最后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什么时候 热搜热 网上动不动就看到 5到10条关于股市的消息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真的才是牛市来了 是吧 当然了 还有很多技术线上的指标 也会给到一些提示 明天晚上的专属会员课 和一个给大家来聊聊 有兴趣的可以点击下方 加入专属会员 一个月有四次专属的直播 还会有不定期的一些专属的视频 主要是投资 还有跟财报相关的一些深度内容 好 那我们说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两天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吹这个玩意儿啊 证券基金保险互换便利 这是个啥玩意儿呢 简单的说就是证券公司 基金公司 还有保险公司 这三大金融机构 不都投资了很多的股票 或者ETF吗 他们现在可以拿这些东西出来 给到央行作为一个抵押 用很低的利息 获得国债和票据这两个东西 多说一句啊 国债是财政部发行的 其实呢 跟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这个市场上 往往国债最大的一个买家呢 是央行 你比如说像美国的国债 哎 美联储就是主要的卖家了 然后由他在带动着民众啊 和国外去买 另一个呢 叫做票据 票据呢 是央行自己发行的呢 叫做票据啊 财政部发行的叫国债 他们呢 也在市场上去借钱呢 啊 想不到吧 一般呢 央行的票据 都是发行给一些金融机构 这个是也属于很稳的东西 那央行手上 其实有很多的国债和票据 然后这两个玩意儿 都很容易去变现 金融机构 拿到这两玩意儿之后呢 就会到市场上卖掉 去变成钱 然后再拿到这个钱 去做投资股票 这么一个样式啊 这是咱第一次出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好吗 嗯 当然好 但是它针对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想清楚 这个呢 是这些金融机构 手头上没有钱了 是吧 而且还要有很大的意愿 去买股票 其实现在对于中国的股市而言 到底是这些金融机构缺钱 钱不够了 还是说大家信心不足 不愿意去买呢 你们就说 好了 关于政策呢 我也不好在视频里多说 明天晚上的会员装属直播 我们在细说这些政策 都对哪些行业 有直接的影响 大家猜每个行业受的影响最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